好 消除疼痛呢 除了刚刚杰老师 叫我们的八招之外 我们温雅老师 叫我们只要揉揉手 对付这个上班族的 八大的一些问题 好 刚刚是高血压 好 抛开了 那消除了 那现在血脂的问题来了 血脂更重要 对 每个人几乎都会 很担心血脂 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 可能会脂肪肝 或是它会直接就变成 肝硬化或纤维化 所以它只要很简单的 揉揉我们的小指头 小指头 对 小指头的 第一个指节跟第二个指节 我在这边贴个红点点 它的位置就是叫 我们的肾穴跟命门穴 是 终于讲肾跟命门 是我们肾气的来源 所以如果你经常需要应酬 又容易疲劳 或高血脂的话 你就是按住你的小指头的 这两个点的位置 这就好像就有两个节的感觉 是这样吗 对 两个指节的位置 指节的位置 对 然后我们就是 轻轻揉按它三分钟 整个手指头这样子揉按就可以了 对啊 这随时随地 开胃的时候 这么多无聊的时候 都可以 对不对 对 我们也可以把它 就是用我们的大拇指 按住我们的小指 整个这样子用力的 把它由指根到指末这样拉 整个让它伸展 就会按压到这两个指节 对 这样就可以按到 这个小学指的穴道 对 老师这边特别要强调 是揉揉手 那你刚刚是按 对不对 然后这个拉 那揉是指 也是在这里面拿捏之间吗 对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手法 好 所以老师 拿捏之间揉 因为讲特别要揉 那整个揉法呢 对 其实这边有讲揉 它其实就是一种 比较稳定的来去适中的 所以按是适中 揉也是适中 对不对 是这样吗 还有推 点 燃 摸 哇 这么多 对 其实手法有很多 但是像按的话 其实就是点按 它是属于一个上下点按的 这种动作 点按 上下 那如果揉的话 其实就是你固定在这个位置 不要移开 然后以适中的力量 往下直接压 而不离开这个位置 叫做揉 那揉像我们有时候 揉这个欧黑的那个意思吗 对 就这样揉 对 揉的感觉 像这样揉 所以你手不离开的 它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你如果是按上下的时候 它的血液循环是有过的 那按的时候血液循环是有过 是有过 因为你会放开 它会过 OK 一放一放 对对对 那揉的话是比较针对 比较强的血点 你就是一直去刺激那个血点 所以它的疼痛感会加强 那效果会比较好 手就不离 就是手不离手 手不离手的揉 就是用揉的一个方式 但是也不能猛给它揉下去 对对对 也是要适中就对了 你自己觉得 有一点酸痛的感觉就好 但是不要出力到整个欧痴 或者是发红 那就要放开了 所以我在想说 为什么要揉揉手 因为这些都叫做按摩的手法 没错 所以我们说主体按摩 保健不错 我们手部 文雅老师的时候 文雅医师的时候 手部按摩也不错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搓一搓 这搓也是个按摩的手法 像刚刚你说吸吸脸的时候 就可以先搓一搓 也是个按摩的手法 对对对 搓的时候就按摩到手 拍拍也是按摩一种手法 没错 就刺激到我们手掌整个的血位 敲敲 敲敲是不是 十敲手 十敲手里面敲敲敲 算是我们也教大家 对对对 十敲也是一种手法 好那今天多学了一个叫揉 基本上是多做无害 多做无害 但是一次要做到三分钟 比较会有一定的刺激效果 可能不能短 要做三分钟 对其实三分钟很快 你就是这样子揉一揉 大概数个200下就是三分钟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对付肠胃不适 常常老师叫我们是按摩肚子 今天不一样了 手指头是按手指头 对对对 因为我们手指头它对应的是我们脾胃的一个穴道 它就是 所以老师这是食指老师 对 它是大肠筋的粗的这个穴道 所以它在我们的大拇指跟这个食指中间的这个指甲的缝 所以我们一般是会用掐的方法去揉 就是用另外一只手的指尖去掐我们的这个指尖 你会觉得蛮痛的 在这个指甲 指尖掐它 对对对 掐它三秒钟之后放 然后这样连续十次 就是一个循环 对 这样差不多三分钟嘛 然后就掐放 掐放 然后你会觉得整个指尖开始变红 所以你的这个大肠经络 它的就是气血循环会开始变好 慢慢的就会把毒素排出去这样子 对 好老师 但是接着如果要消除这个压力的话 对 其实也是透过手 对 其实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心情没有办法放松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办法排便 其实你排便功能是正常的 这时候手心的这个握拳的时候 我们中指锁到掌心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点 其实有个穴道叫做劳宫穴 不是 劳宫穴了 不是我们那个劳宫朋友那个 是劳宫朋友那个劳宫 劳宫朋友的劳 宫是 这个宫中的宫 劳宫穴 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记得 因为它除了可以舒缓我们肠胃道的这种排便的不顺 对于舒缓压力也非常的有帮助 是 那我们像女生的话有指甲 好像就按到 就指甲刺到肉 好像还没有按到那个点 所以如果针到针要按的时候 是不是指甲不可以太长 那效果就会打折扣呢 会不会 应该是说 你把它握起来的时候 这是一个取穴的方法 那你找到时候 大概在第三跟第四指中间的一点点 首先正中央 它其实就是我们石敲手里面用机掌的方式 机掌也可以 对 敲的那个穴道其实也是劳宫穴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要敲 敲 柔柔 对 来敲 敲 柔柔 不是 也不错 对 就是这个穴位 也可以就敲这个劳宫穴 希望你不要像劳宫朋友这样每天 对 为超劳 为超早的样子 敲一敲 抒 抒压一下 但这个劳宫穴是帮大家来抒压 这个很赞 大家又有长知识 那接着还有几个不舒服的酸痛 就是肩跟背 坐一天全身僵硬 超过了这个六小时以上 对不对 那会痠痛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像这个后膝穴去法非常简单 我们手握拳之后 我们的小指后面会有一个突出的尖端 如果没有的话 表示说你的脊椎的形状比较 没有所谓的S型 就是弹性不够 你看我跟雅芳的比起来 我的是不是比较突一点 导播我们来试试一下 不是看美 是看那个 看手 看一下手的颜色 看一下手的循环 红跟黄跟白 老师你们为什么这么红 我的手相对就失色许多了呢 我刚刚有化妆 你是中医师啊 你中医师呢 我都改化妆 可是那你是说我的这个 这个弓起来之后 是我这样OK吗 你说看脊椎啊 对 可是就是它的突 突起的位置要再突一点 表示说你的脊椎弹性是比较好 可是我的OK吗 OK 但是就是可以再突一点 它的肉不够 所以你脊椎两侧肌肉的力量 比较弱一点 你喜欢讲它脊椎就比较突起来 会吗 有可能有可能 可是也有可能拔斗看 所以要练来 放错地方 要练对肌肉 老师以前不是还有说 我们这场 就是以前啦 大家就是姐妹淘会说 我看你以后可以生几个小孩 不是就看这边几个小孩 你以后可以生几个小孩 有一个跟你比较没有缘分 我有两个啊 另外一个 你以前大概流产掉了 所以老师真的有此说 对不对 我跟你说他可以调整啊 两个以内 正户两个都可以调整 说法都可以调整 不然以前拿的可能也算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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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如果你早上起来发现你扭到脖子 早上起来绕枕的时候 你赶快揉一揉这个后吸血 绕枕 非常有效 这绕枕 很多人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不小心起来 觉得左边的脖子扭到 左边的脖子扭到 你就按左手的后吸血 那如果右边的脖子觉得紧 彎不过来 赶快一直揉按三分钟 同一边同一手 对不对 同一边同一手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的脖子的角度好很多 好 老师那如果睡不好 其实现代人很多人都睡不好 而且看到面穿就在怕 没错 慢慢长夜 对 那怎么办 其实不要怕 我们如果睡不好的话 我们有一个穴道 可以提升我们的顺气 让你早上健康好 晚上睡得好 是 跟刚刚降血脂的穴道很类似 刚刚高血脂也是叫我们 要按这两个指节 顺序跟命门是不是 对 因为顺跟命门 主我们的血压 血脂还有我们的睡眠 都是一样的 那刚刚是用揉的方法 现在是用碾的方法 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把我们的手指 这样子像在碾线一样 这样子碾 就是染法 碾法 对 碾法 不同的手法会有不同的治疗效果 那它碾一样是在碾关节的位置 所以一个小指头 你可以去把它轻盈轻拉 你可以去揉它 你也可以去碾它 变化很多 那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 对对 老师我有看过你书上 还有特别注明说 如果像高血脂的话 它好像是还可以在按中指这个部分 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说像高血脂 其实我们中指 由指根往这个指尖的地方 顺子这样子揉 也是可以就对了 也是可以来降我们的血脂 这个好难示范 对 不会啊这样这样子 用力 用力这样 用力把中指往下按 你可以按中指这个地方 你可以按小指这里吗 对 一样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就是降血脂啊 还有就是你消除疲劳也容易入睡 没错没错 好 这是这个上班族六大问题 还有两大问题 赶快来解决一下 那继续我们要按的穴道就是 这个胸闷 就是应该是屈住的时候 对对对 还是说这个肺肉较不通也是这样 对 其实我们这个小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胸闷的穴道也是在小指 而且是在指甲的两侧 所以就不像刚刚那个食指这么难记 反正一个是在外侧 一个在内侧 所以我们在揉的时候 我们就是手握住我们小指的两侧 然后两边用力的去掐这个指尖的位置 去揉它 就可以达到预防这个胸闷 以及调整我们心筋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是有 老师要念哨冲穴对不对 对 哨冲穴跟哨泽穴 就是按小指两侧的这个指尖的位置 头痛来了 真的头痛了 头痛有一个很特效的穴 颌骨穴之前曾经介绍过 对 大家都会按这里 对 都会按 对 因为头像寻裂缺 然后面口颌骨收 所以脸的痛都可以透过颌骨来舒缓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头痛 前头痛的话 在我们的食指 刚刚讲过 这边是比较偏下肢 所以在食指的靠大拇指 这一侧的这个指关节的位置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个 食指根部的扭转跟黏转 前头痛的时候 两只手都可以 两只手的食指的根部 都是这个头痛的穴位 如果观众朋友你现在如果前头痛的时候 或是头痛都可以吗 你就转这个地方 你的大拇指的力道比较大 所以大拇指可以放在这个痛点 就是在我们大拇指跟食指交界的这个 根部的位置 然后整个手这样揉按 你就会按到这个痛点 观众朋友你一定要学起来 因为这个是可以 透过我们这种按摩的方式 对不对 来消除一些这个症状 那总比你吃那种消炎没有 对对对 按摩的效果其实很快 好很多对吧 虽然说也许它不是来的这么 就是说它的状况 就是说它针对你头痛问题 舒缓没那么快 但是你持久做 我相信是有帮助的 而且就是容易头痛的人 他什么时候要痛你不知道 但是你把它当成保健 时常的这样按摩 他还没痛你就先按摩 对对那这个后头点就是 假设你是后面 后面一般是跟睡不好有关 OK 对所以刚睡不好的也是在小指 对对对 然后学指高也是在小指 所以它是在小指根部 这边揉按就可以达到这个 舒缓后头痛的效果了 好谢谢温娜老师 今天带我们这个 燃手指 脸手指 对还有揉手指 治疗我们应该说是 预防或舒缓 我们现代人八大头痛的问题 头痛不只是头痛 是 还有其他的一个状况 好 老师要出题了 这时候 你有没有认真听老师在上课呢 好 老师今天要 请教观众朋友的题目是 请问 要缩缓压力造成的排便不顺 要揉手上的什么穴 这是刚刚最前面几个 对不对 那个几掌的那一个 我知道了 上次就有讲过 刚才说老公朋友 你千万不要冲早上 忙到晚上 黑暗不应该 要梯更 对 指甲太长也没关系的 那个穴道 对 这样您知道了吗 对 三个字嘛 后面的穴如果 对 前面两个字就对 好 如果您答对谁抽象 送给您 彭佳老师 他的一本好书 叫做 揉揉手 有惊人的一个力量 好 所以要请观众朋友 把握时间 赶快上我们 三立新闻网的网站 来抢答 送给你这个老师的好书 今天有两位老师 都送好书给大家 那待会呢 惠美老师 往后来说 要教我们大家 打太极圈 除了这个之外 他刚刚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他手上拿的菩提子 有什么作用呢 GEN 勇多坎城映展最佳导演 如今建树已成 唯不能在决人类之旁 刺客聂影娘 憲政热应中 富邦集团侠义赞助 年度机旦顺势 国内顶尖体表团队 流行巨星完美結合 愛運動大熱門 替日表演會 陪你一起運動一整天 9月5號中正紀念堂 廣場活在愛運動大熱門 不見不散 晚上7點 三立財經台 Live直播 愛看親自就不親自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拿起手機 啊 明星賣萌大集房 誰的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40個小人物 You really reach my mind 追蹤最新的劇情發展 哇 跟我一起發了 下集團聚 瑜伽消息 請到網中尋三立新文王 你今天吃了什麼 你運動了嗎 每天瘋傳的健康資訊 多到爆 回言聳聽 真假難辨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不要輕忽小問題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專業顧問團隊 守護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方 發發健康友方 讓您健康恩次方 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 三立財經台 三立新聞網紅部播出 年度體盤順勢 國內頂尖踢表團隊 流行巨星完美結合 愛運動大熱門 體育表演會 陪你一起運動一整天 九月五號中正紀念堂 廣場我在愛運動大熱門 不見不散 晚上七點 三立財經台 Live播 人生良傷機 威力不可小遇 你做到這幾新聞嗎 待在這裡愛看情緒 就可以請見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拿起手機 明星賣萌大雞房 誰的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40个小人物 You can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发落 沙迪黄菌一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 三位新闻网 我工作忙碌 每天东奔西跑 香港脚如果复发 就会 疗霉疏 医疗级成分 不止抑制黄菌生长 更能彻底杀死黄菌 有效治疗香港脚 台湾香港脚外用药领导品牌 我推荐聊梅酥 包括江友方 让您健康恩赐方 今天主持人很忙 为什么要拿两个问题 要请到大家 大家注意看 刚才今天有事情要大家说 请问爱翘脚的人 会容易罹患什么症候群 老师放随一下 梨子 吃的梨子 你不能只写两个字 梨子 那是不对的 他自己按一次第一的梨 接着就是温雅老师 请教大家 请问要缓解压力 造成的排便不顺 就要揉手上的什么穴呢 那个劳工朋友的 那个劳什么穴 好 这也是放水了 现在放水了 观众朋友把握时间 因为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前 你要把答案 写在三天新闻网网站 那么随机抽样 就送给你 两位老师出的好书 随时都可以复习 随时都可以来看 长知识 当然了 现在压力很大 要适时的是 不是放水 是放松 老师放松 有请我们惠明老师 教大家手指的锯气 老师怎么个锯气法呢 好 我先把这个放过来 我们的锯气很大 对 锯气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身体都是一个气场 不但是气场 而且是一个磁场 那最快的练气的方法 我把手拿出来 是 好 我们走路的话 是不是左右 左 对 不会说右 左右 对不对 真的呢 我们都说左右 左右走 对的 左右 那么呢 同时呢 我们的手呢 就有什么 右手跟左手 那我就用左手开始 好 左手开始的话 小拇指 小拇指我们说是正点 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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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左右走 然后呢 我们一定说正负 我们很少说负正 对 正负 正负 所以我们很好记 左右走 好 然后正负 对 所以你从左开始 开始的小拇指是正负 好 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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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刚刚发现了 你的手相对的时候 刚好都是正负 对对对 正负正负 对 好 那么现在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 我是说偷偷的做 上班族偷偷的做的话 可以做 偷偷 都打气的方法 我这两个手指是不是正负 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的悄悄悄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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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这样 是要圈成这样子 要圈成这样 对 要圈成这样 OK 这也就是说在打气 对 要圈起来 那你打了也是 大概是一分钟的样子 之后你这两个手 全部合在一起 这是先打气的 这样打气打气 对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做一个圆形的 我们说太极形的 然后你就轻轻的打 是不是所有的气 你就这样子灌进去 气罐指尖 当然也是要有指尖 对 所以我们的手 就会是圆弧 然后放轻松的 不能够用力 然后是指腹对指腹 就是最细最敏感的位置 相对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气罐指尖 长指甲的话 要稍微小心一点 对 我们指甲太长了 等到你打到 大概一分钟以后 那你就轻轻的打开 其实你看我的手在发抖 我不是害怕的 我是气已经出来了 我就轻轻的拉 现在可以开始的拉了 我也有了 而且拉 不用拉太大 因为我们大家很少 因为我们开始的人 气没有那么足的话 只要拉到像你的头 那么大的 这样圆圆的拉 这样 你是不是有一个感觉 老师你们现在有气在这里面 对 这样的拉 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就是 第一堂课就是学怎么去练气功 就是这样子练 对 然后它就是手要稳定 hold住 然后一个固定的形状 然后反复的去刺客直接 然后要慢 然后配合呼吸 要缓而匀 然后慢慢去拉 所以我们的就是要圆弧形 要手要做圆弧形 好 所以你可以重复的再做 但是你会发现它有气场 那最好呢 你再放在弹中穴 在这里呢 这样子拉 你现在大家已经会感觉到 有一个磁场在 这是最快最快的 一个倒气的方法 入门 最倒气的入门 那以后呢 我们再有其他的 再慢慢交道 但是如果倒气进来之后 对我们就是 我们讲是有氧了是不是 是这样子吗 是 因为我们指尖 食指 统统都有一个气场 就有这能量 自己用自己的能量 让身体的正气恢复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是最简单的 好 这是就是手指 手指的具体 对 你可以越拉越大 那就是说看你的 不过最好是在弹中穴这边 在胸这边 然后配合呼吸 吸吐 吸吐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 菩提子了 老师台湾有菩提子吗 台湾有菩提子 可是大概都是大陆 或者是南洋一带来的 对 那菩提子有很多种 那我们要的是叫金刚菩提子 金刚菩提子是为什么 你看它 它是天然的 它是非常多的 的那个 拉拉耿耿的 所以呢 所以它这是天然的 天然的 方法就是 我用这个菩提子 这样的压 就当它一个按摩 按摩的工具 可以说一个小工具 你也不用记得 我可以这样子搓 我可以这样子搓 这样子揉 甚至可以在这里 非常的好 所以它就是让你至少 有一些气在上面 但你深层的时候 还是要按到那个点位 应该是说我们手掌 对应的位置 它这个菩提子 刚好是挂在我们这个 胸腹交界这个位置 因为这边是属于颈 然后这边是胸 然后这边是腹 所以刚好是刺激 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 关节面 还不错 所以你就去上场 你当 有没有觉得更有感觉 有 因为它有刺刺 你也不用压 也不用那个 这可以弄脸吗 都可以 其实它是一个 可以按摩的东西 这个就是可以 帮大家也是书压 对对对 好好的 老师也是太极教练 所以今天一定要教我们 教我们这个太极 太极拳 对不对 这个我刚刚跟 讲的这个气负 正负正负 正负 就是我们刚刚导电的地方 那么其实呢 我们说精气神 我其实是 讲说我是营养师 可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常常运动 那运动呢 之外呢 你要快乐 其实都是在养生的 一个包装里面 相互相存 相互相存 我今天只讲一件 我们刚刚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讲了 一定要什么 双脚要平行 可是为什么要双脚平行的道理 是在哪里 是如果是你不平行的话 你这边 骨盆会有高低歪斜的 歪斜 而且你这样的骨盆呢 是往里面进的 如果我往脚是往里的话 我骨盆是出来的 所以呢 我一定要平行的时候 我的气血 才会真正的流通 所以我们做任何的 包括杰老师 他说的一些动作 都是要平行 平行的做 所以我们要平行 知识很重要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太极里面 启示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打气 所以呢 我们启示 因为太极拳有太多种 我们只说 大概的一个方法 就是手一定要松起 吸 然后行气舒子 再吐 那么在吸吐的时候呢 我可以呢 同时跟我的胯来做结合 吸 行气舒子 慢慢的吐 你看我的胯慢慢的下来了 然后心要静下来 你多多的吸吐的话 你心就自然的平静 你就很快乐 所以这也可以帮助 因为也快十点了 所以大家可以助眠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个就是第一招 跟您刚刚说的那一个 老师这个是吸吐 吸吐 那我呢 也会到公园去跟老师练太极 那今天就献丑了 吸吐 吸吐 还有一个姿势 其实很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凤凰展示 你把自己当成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凤凰怎么展示呢 来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来 吸吐 吸吐 那你可以脚 老师脚要稍微跨起来 对不对 好 吸 大口气上来 然后吐的时候慢慢下来 好美 吐 换一个方向 吸 吐 好 观众客 其实您可以有时接受 老师就可以多做 是 因为你接受 这几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对因为今天我的服装是 是 但是就是 姿势也许就到位了 对 我们通常的话会做公布 好 公布 不过今天是不能做公布的 然后我们练会菜图 都还会跟他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穿着高跟鞋 打太极拳的 对 太厉害了 错误的示范 好 到位全国 十分而已 好 谢谢我们 我们的惠敏老师 好 最后呢 我们要分享两位老师的养生法 简老师说 看这几招 但是可以说无点心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把它浓缩成两分钟 没有 老师现在是20秒 简短版的下一次有时间慢慢讲 好 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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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做 我要谈养生是健康是整体的 千万不要说这一招就养生 那再养生 不是 是整体的 是 刷牙洗脸代表个人卫生习惯要好 好 个人卫生 不要有牙周病 不要助牙 这个牙周病 好 另外禽拉拉筋这是运动的概念 平常多伸展伸展拉拉筋 对不对 弓箭步 苏头坦牙是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养生方法 只要无碍的 忙做忙做 反正在捏一捏 对身体无碍 真的 忙做 吃轻轻是饮食的概念 吃的清淡一点 吃的少一点 不要吃的太撑 OK 他做挺胸 是一个胰态的概念 你平常胰态好 不容易痠痛 而且又好看 又健康 做小腹 现在很多人肚子越来越大 肚子一大的话 很多中广型对健康有影响 所以平常要做小腹 怎么做 学备你做 捏一捏 揉一揉 拍一拍 打一打 恰一恰 做小腹 满面春风是一个心情的概念 每天嘎嘎心心 夸夸乐乐的 笑笑笑 对 龙虎步是 每次一万步健康又保固 鼓励走路的时候 做一点加料的走路 比方像这个走 手有没有 你边走的时候 这个手可以加料 五爪功啊 五爪功 这也是一个手指楼的概念 比如我们要走一步 要出力了 我在走这个路的时候 我手跟脚 脚抓地 好 龙爪 虎步 脚掌要抓地 是喔 脚掌在抓地的话 你那个泳泉穴 有沒有 足底的运动 也运动到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要五个小时来讲 光是走路就可以讲很久 好 这次我们简老师的生活养生法 那么健康大原味 我们要请欧阳老师来分享它为什么美丽的秘密 好 我们要请欧阳老师为什么美丽又专业 原来护肝养生茶饮很有帮助喔 老师 是 其实这个材料非常的简单 我们中药里面四污汤的成分之一 就是当归 穿虫 还有勺药 熟地黄等 它的量比较少没有列出来 那山楂这个东西它可以消血脂 所以如果要养肝的话 肝脏的脂肪一定不能多 多的话它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影响 所以山楂这种酸的东西降血脂就可以饱肝 那制肝草提供我们能量又合中 所以我们这样子 当归穿虫 山楂 制肝草 各三克加500cc的开水 煮滚后 焖一下把渣去掉 就是像我今天这一杯 你一天当中多次饮用 就可以让你补气补血 然后宁心安神 又可以早上健身好 晚上睡得好 然后就永远保持活力满点价 就一天喝500cc就对 一天喝500cc就可以了 但是我知道 贵妇版的会再加其他 这是属于一般 平凡老百姓都可以用 因为这都还蛮便宜的 因为这个是不分体质来处理的 那你如果是觉得 贵妇版的是加了什么了 等等 如果你缺氧的话 你加些补气的人生 甚至比较高贵的东宠 红锦天都是可以的 我还是要看一下体质 要问一下周医师 好 这样生活就会很好了 然后我们就试影一下 姐 老师 你好 你刚才起来完 你两个消息都輸了 那是飞了 真的是蛮好喝的 是 所以美老师也喝完了 那我美老师帮老师加一下 喝完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 汁美激神秘方 谢谢大家一起喝 谢谢 老师真的有那个 是制甘草 回甘 还有山楂的那种 很多药 对 酸 1.3的味道 很好喝 还有回甘 好棒 很棒 所以大家可以常喝 而且这个不分体质 就当保养 保养的 基本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喝的 OK 很棒 好喝吧 老师 好喝 对 老师没有第三杯了 没有第三杯了 没有第三杯了 没有喝过 你刚喝的是贵妇版的 对 半门号只能去实体门市吗 台湾之星网路门市 正式开战 对 月租费砍半 保证最低价 用多用少 月月保证付最少 台湾之星网路门市开战 T-Star 台湾之星 我爱我的家人 我用三分之一alive记忆闯电 郑鸿怡 真心推荐 上网搜寻三分之一alive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我眼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我会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爸爸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次芳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点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红布播出